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玩乐 要八卦内幕 要社会新闻 要解决问题 刘俊耀下午两点 非要不可 好,我们的9号8号新闻台的说明是非要不可 我让你分享不可的刘俊耀 瘦11,有到了礼拜三 新闻三条线 雷倩时间 那咱们想到的是雷倩,雷委员,你好 谢谢,声耀耀,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都非常想念你 我也很想念听众朋友 但是要先恭喜雷委员 爸爸现在身体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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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家户病房了 这样是一个好消息 有好转 因为雷委员中间时间 等于蜡烛两头烧了 我们也都不太好意思 请雷委员来上节目 又要照顾爸爸 又要上节目 因为雷委员是很用功的来宾 你只要跟他讲说 我们就要谈什么 他资料准备一大堆 所以我想不要增加他的负荷 但是今天听到雷爸爸 有比较好的消息 我们就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 这段时间 刚好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片片 就是我想东海南海都很多的事情在发生 上海峰会 然后上海的峰会 上海呢 亚信峰会 亚信叫做亚洲信任组织 对他们现在只有倡议了 那这个好 那最近的这些东海南海呢 我想主要的是一个大国的竞争 没错 如果把拉高最一个一个最高的层次来看 是在大国的竞争 当然是美中啊 日本也可以可以把拉进来 那这个呢 我们想你觉得应该从哪个地方最精彩的 因为南海呢 已经建立了一个赤瓜礁的一个 填海的军事基地 中国中国来造的 就像我们之前讲的那籃样籃样 这个我觉得非常精彩 那东海呢 现在中俄军演 中俄在军演 非常精彩 好 那所以您觉得应该是从东海开始 还是从南海开始 你来决定 我们先从南海 南海比较近 我们倒回去讲 因为今天很高兴来节目中 我想我们把最近的这些事情呢 稍微把它爬梳一下 虽然事情还在发展中 不容易爬梳得很清楚 上一次我们来讨论乌克兰 乌克兰使得俄国在它原来的 这个欧洲的位置呢 受到了很多的挑战 而且不管是他做了没有做 大家都对他似乎已经开始了各种的制裁 但是他反手过来 在亚洲跟中国大陆建立了 在这个几十年来未有的 重新的经济同盟关系 那我们在节目中说过 他们非常小心 他们把这一次的同盟呢 不是像上一个世代中间的军事同盟关系 而是把它以经济同盟关系的方式 向全世界揭露 使得它的威胁性降低 可是你知道吗 所有的美国的分析师就说 奥巴马这个傻瓜 一出手就逼着中俄两国和解 接着呢又逼着中俄两国和盟 所以说我们今天要从哪里开始讲了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说 全世界在亚洲地区的态势 这样分配起来 我们先把欧洲撇在一边的话 就是中俄联手美日安保同盟 那你现在看看两边的军事的布局呢 还有经济的布局都已经开始 一步的从日本到印度一步一步在做 那今天的报纸又开始讲说 美国赶快去拉拢印度 叫印度来制衡中国 他就到处在找这个制衡的点 那现在最精彩的制衡点 当然就有两个区域 然后三个点 一个是日本 一个是菲律宾 一个是越南 这三个是比较大的制衡点 那加上印度 现在美国在想办法拉拢起来的话呢 美国至少就布了四个旗子 在这个慢慢的太平洋跟印度洋中间呢 他布了四个旗子 那中国 围堵中国吧 围堵中国 就做了四个制衡点 可是中国做的是那种大陆块 大板块的合作 所以我们从这个越南先去讲 最近一段日子 大家都知道 在越南有一系列的冲突 主要的就是 反中 中国大陆把981的专有平台 拖到了他自己的领土 中间岛附近 然后在这边开始去做专有的工作 那么越南就说 这是他的专属经济区 那么在专属经济区里面 也是属于越南的国土 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反中排华 那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的是 海上还出现了一系列的事情 海上的出现的事情有包括他的 就是这个海警船 叫海警船 包括了渔船跟渔船 到了渔船跟渔船的时候 是最新的这件事情 越南就大幅报道说 一艘越南的船 有40艘中国的船 围着他 最后呢 他沉了 然后10个船员都被救起来 是 那这个地方我觉得非常有趣 因为第一他离那个981的 这种平台有17海里 那么因为中国大陆说呢 这个算是他的国土延伸 所以在国土延伸的概念 就是说你有一个12海里的范围 所以他在17海里 没有真的没有进入 所以不是以前的那些冲撞或包围 他在17海里 第二呢 你会想想看说 一艘渔船出海打鱼 对 然后碰到了40艘的船 去包围他的时候 他们还反发生冲撞 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很寻常的事吧 就是说 因为你看到 对方那么正式那么大 你干嘛还要硬着去 对 要不然你可能就是说 我到别的地方去打鱼了 如果说真正如越南的报纸所说的是 双方对峙的话 他就没有双方 他只有一方 是吗 因为对峙应该是大概势均力敌 至少我有10艘对不对 然后你们40艘我们还可以拼一下 40艘对一艘 那是根本不用 所以这件事情呢 在越南又重新掀起了 舆论的大话 觉得中国大陆欺人太阵 欺一门踏户 大陆的海港 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官方就会说 请越南不要渲染事情 这件事情的真相是怎么样 不要借机惹事 所以你都看到说 在整个南海呢 就会有零零星星的冲突 虽然他的官方 因为跟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 就希望把事情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所以518并没有发生大的排华冲突 可是民间的情绪被挑起来以后呢 海上这些事情还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弥平 而且也不排除还是有心人在那里煽动 并不完全是要排除这个事情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南海最最精彩的 就是中国大陆做了一个前所未见的事 在赤瓜礁 它是一个在掌潮的时候会没入海的 的一个礁石 它是一个reef 英文就是像珊瑚礁 掌潮的时候看不见 但是一退潮的时候就浮起来一点点 所以你知道中国传统上叫南海叫做掌海 就是说这个海好像会长起来 如果你站在这个陆地上的话 这个海会长起来 就是把你磨顶 好像叫掌海 那掌海里面有一个没入的礁石 现在已经被填起来了 因为卫星的照片你可以看到 它已经看到一大片的黄层层的陆地 那这个陆地将要去填成3000平方米 上面呢 环球时报就是中国大陆的官媒 所公布的照片里面就有一个非常长的跑道 很像在宫古岛旁边下地岛延伸的那个飞机跑道 这边有一个长长的跑道 也就是在那海上那边会有一个不成的航空母舰 因为你永远在这里可以起降 一个长长的跑道 然后旁边有军营 然后有一个很长的港口 港口是五万顿的那个港口 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港口 3000平方米 要填起来 那这样感觉上不大呀 但是已经是在南海的第六大岛了 因为它是从海里填出来 那边原来都是岛礁嘛 是是是 3000平方米 我为什么说这件事情极为精彩呢 大家记得我们之前讲过 独岛跟主岛之争 韩国是送一对老妇人去那里住 老夫妇 为什么 因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益有两个条件 长潮的时候不得没入水下 就是说你不能是个礁 你得是个岛 第二呢 比较更厉害的是有人居住 是 所以如果你是长潮的时候 在水面上有人居住 你就可以画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它有一些条件 所以以前呢都是放一对老妇人象征性的 也许搭个简单的寮 那在冲之鸟岛它就是长潮的时候会没入水下 所以他们盖了一个钛合金的盖子 就是你只是做个象征性的攻势 使得它长潮的时候不要没入了 我有冒出来喔 现在不是 现在直接填一个新岛出来 这金条上面有跑道 有港口 是 有军营 他们还打算在上面种蔬菜 那这个位置在哪里 他的位置在他们的中越啊 这些地方相关的相对位置 他就在那个我们现在在讨论的中越岛 太平岛 美济礁 巴拉旺岛 这一带的附近 也就是端端正正的插在南海的正中央 建立了一个新的军事基地 然后200海里的等于是他的 不但是那个 那个是要去登记啊申请 因为他本来就已经在中国所划的 九段线以内 中国本来就说这是我的领土线 可是更重要的是说 你活生生的多了一个军事基地 现在的卫星图看起来是一大片的土地了 还没有盖起来 可是在环球时报上 那个图是非常明显的 你在这个整个这么风起云涌的南海中间 你建立了一个永久的军事基地 你就有什么呢 你就有运捕的能力 对不对 你的所有的长城的远距的攻击的这些 无论是航空器或者是船只 你都有一个运捕的 运捕 或者是在这边停靠的能力 对 同时在这个地方 你也有水面 水上 水下 你也可以建立一个完整的运搜系统 就补足了从海南岛到这里这一大段中间的距离 有点像是在东海的部分 我们待会马上去讲东海 对 有点像是东海呢 从关岛一路到了琉球群岛的时候 美国建了下地岛的空军基地 所以飞机就可以一路就到了下地岛起降 加油 运捕挂弹 然后可以对中国大陆往这个地方去飞去 我不是说对中国大陆去攻击 但是是往这个方向去飞去 所以他的第一岛链中间 他不需要在这里停一艘航空母舰去起降 他去建了一个不成的航空母舰 是一个长的飞机跑道 现在在南海中 中国大陆将在这个叫做赤瓜礁 去建立他的不成的航空母舰 建立一个庞大的军事基地 这个赤瓜礁 这时候要让我想起我十几年前 我到一个这个马来西亚 他们有一个地方叫做Layan 对 你上回讲过在节目中 那他们本来也就是一个像这样子的一种 还是一点一点一点 他把连起来 几个珊瑚礁而已 然后呢 他们就在那边就开始把最长的地方呢 全部填起来 填起来之后呢 盖了什么 飞机跑道 对 那因为那个地方呢 他本来是呢 大家今天可能是插菲律宾的旗子 明天插印尼的旗子 后天又插马来西亚的旗子 他们互相在争取那一个地方 结果后来呢 他这么一盖之后呢 以后呢 然后他邀请我们 很多这个全世界爱好潜水的人 去外面潜水 那潜水的时候 你要去的时候 请问要不要盖 签证 对 签证一盖 你就承认他的主权 马来西亚 对 所以呢 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 不管是欧美 欧美国家的这些 潜水人士呢 都认为 这个地方就是马来西亚的 嗯 那就等于是国际的一个共识的嘛 对 就认为说 这个就是 所以说 他就是建立了管辖权了 对 建立了管辖权的先例 哦 那所以说 中国这样子把赤瓜交易这样填起来说 可是他不是用观光 他是用军事基地 他是个军事基地 他比其他的事情更明显 而且更强硬 对 我的目的就在这里建立一个军事基地 是啊 我为什么说这是前有未见 但是中国大陆呢 也有一个后发先制的优点 因为他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别的国家都做过 对 所以你别的国家如果来抗议他 譬如说 日本来抗议说 哎 你怎么去填这个吃瓜交 那你去盖了冲真鸟岛的盖子 是 对 你们都这样做 我们也对越南做 对 然后如果别的国家 譬如说越南这次来抱怨说 你为什么把专游平台981拖到这里来 他说你们在这边 专了一千多个平台了 我们建第一个 你们大家都在这里建 为什么我不行 对 所以说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有一个先例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那个东海防空识别区 美国跟日本大大抗议 是 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对不起 以前美国你也是这样公布 是啊 美国你以前在用台湾化 防空识别区的时候 一路都化到中国大陆的陆地上 对 我都没讲话了 所以以前你也是单方片面化的 也没有问我 为什么现在我不能单方片面化呢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跟国际是相当阻隔的 所以我们以前不是称呼他 还是铁木或竹木吗 对 那么因此呢 也买了一个时间 他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经过精算 都是别的国家都已经做了 所以当别的国家都已经有先例的时候 那虽然说我把别人只填一个小盖子 我盖了一个大岛 在规模上有所不同 但是真正别人要来抗议你的正当性是没有的 是意义上面是相同的 一样啊 因为你做了这样 你已经填了嘛 对 只是规模 规模不一样大 你也可以 以后再把那个盖子 再变成一个大岛 我也不会有一线 因为日本有说 他要在那个珊瑚礁附近去种珊瑚 因为那个珊瑚礁好像有点 有点积极不保 怕他到时候真的不见了 所以他在旁边在养很多的珊瑚 大家知道养珊瑚要好几百万年 是啊 那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赤瓜礁 未来他会因为这样子而成为一个 争端的一个原因吗 或是一个导火线吗 我觉得他很清楚的就是 就是说我把一个武器放在你旁边 对 作为一个很大的威胁点 对啊 大家会感到威胁 周边的人都感到威胁 他会直接对菲律宾 对旁边的印尼跟文蓝 现在跟周到的关系比较好 所以没有什么很大的东西 然后也对越南 这两个跟他产生南海冲突的国家 产生非常直接而明显的威胁以外 对 也对日本跟美国所谓的海洋通道的安全通过呢 产生一定的影响 是 因为日本今天之所以从日本一路到非洲 可以到处去结盟 然后希望把他的海军拆在各个地方 就是告诉他说 这是我的生命线 这是我的石油运补的生命线 所以我必须要保护我的生命线的自由畅通 是 好那所以在这个生命线旁边 如果日本蓄意要跟中国大陆为敌的话 那在这个生命线旁边 有一个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 对于他们来讲 自然就是一个威胁 对啊 所以这有点像 真的像是下围棋一样 是 大家本来都是在这个 譬如说我们原来都在东南方这边打 他远远远远的在正南方呢 打了一个很远的一个点 先把这个点就把他先打下来 是 而且是枢纽的位置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地方以后会变成 可能会是 本来没有嘛 没有的话大家都没事嘛 现在有了 你把刀在那边 有些人不小心走过去 都被你划到了 划伤了 那可能就会成为冲突的一个原因了 对因为那附近的点 有的被越南占领啊 附近也有我们的太平岛 所以像领域方案员就问我们的军方说 诶这威胁我们的危机 我们的安全灯了 好 那这个东西就回到了这个国际的常态 看大家是敌是友 有的时候呢 就是上兵就是希望指歌为伍嘛 你要指息这个兵戎相见的可能性 你用一个极高的武力的展示 在这边说 那大家回来谈南海行为准则 因为南海行为准则到现在大家也谈不拢 现在大家如果觉得说 诶可能会有兵戎相见的情况 那我们先回来给和平一个机会 讨论共同开发 哦这样我们就理解了 他都没有都没有什么的时候呢 对你们都没有威胁的时候 你们还不理我 大家也不会好好的谈南海行为准则 我现在把一个兵器放在那边 大家要不要谈 对那这中间我简单说 对台湾来讲非常重要 哦这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我可以进一个广告 进一个广告呢我们听雷伟员来跟我们分析 这个吃瓜椒在那边建立起来之后呢 对台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进一个广告广告之后听雷伟员来分析 好欢迎来准备新闻到雷伟员校 说要要雷倩时间 咱们当时雷伟员雷伟员 雷伟员你好 谢谢雷伟员 是刚刚讲我们谈到的是南海 中国在吃瓜椒那边填海 做了一个军事基地 那等于是把 要做一个军事先填起来 那反正已经是势在必行的 那等于是未来就有一把刀就插在南海的正中央的位置 通通不要动 对谁动 这个尺路是否开 要达尺路过 留下买路财 以后日本的石油运输干嘛的 这条安全通道不太安全了 但是呢 这就增加了中国谈判的筹码了 可是这跟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 非常大的影响 大家知道呢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1945年以后 那么台湾的中华民国 当时是战胜的同盟国之一 所以我们根据战后的新秩序 去陆陆续续收复了整个的南海的 中南沙的各个岛礁 同时也画了十一段线 这名词很重要 就是十一段线 我们画的是十一段线 到了1949年之后 中国大陆开始 根据原来画的十一段线呢 往里面限缩一点 画了它的九段线 所以现在大家不是常听到 九段线九段线吗 如果没有十一段线 哪里有九段线 就是如果没有1945到1949年中华民国的工作 那么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可能在1949年以后 去画它的九段线 所以这个中间变成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这四年来 中华民国按照国际法 允许它的去收复的这些东西 是整个中国 我还是放在这个大的中国框架里面 或是中华民族所一起收复的 今天如果没有了十一段线 中国大陆就没有在九段线里面的任何一个岛礁 执行任何事情的正当性 所以它虽然可以在海南建三沙市 然后继续在九段线去做很多的公事 它的建立的前提都是有1945到1949年中华民国的工作 因此最近你可以发现国际上面就开始认知到这件事情 包括美国跟日本 美国的比较反中的智库 就直接来问台湾说 你们到底有没有十一段线的历史记录 那日本也就说根本没有十一段线这个事情 他们就想把这个前面的这个根直接把它斩掉 所以如果说中国大陆要在南海成为一个和平谈判的重要推手的话 它必须要建立九段线的合法性 那九段线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有中华民国的十一段线的合法性之上 否则的话你没有那个根没有那个基础 你哪里有后面的九 没有十一就没有九 因此我才会觉得这个新的情势 就虽然现在看起来有一点军事冲突 但是这个军事冲突震荡的后面 附近的国家除非有美日撑腰 否则他们应该会决定要跟中国大陆去谈判 那谈判的时候中国大陆需要中华民国 你就说台湾有了一个机会进入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 因为以前我们单独去要求的时候 他们通通不理我们 没有人理我们 对不对没有人理我 虽然我们一直说一直说 所以我觉得政府的目前的态度还是太奇强跟摇摆 因为大家知道台湾政府里面亲日亲美派很多 所以他们会看着美日希望他们做什么事情 那跟着美日走的话 你就会放弃你无论在东海或南海的主权要求 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相对的保守 声音是相对微弱的 但是如果真的是从对于台湾最大的经济利益 以及最大的国际空间来讲呢 当然是要坚决的主张东海坚决的主张南海 让别人在谈判的时候至少要把你拉在桌子上 对对对那桌子上 所以这表示大陆其实对我们是善意的 对因为大陆非常善意的 拉着你这个老大哥拉着小老弟 来来来我们一起 一边是善意 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台湾是非常有尊严的 他非常需要我们 如果十一段线不存在 九段线就不存在 没有一楼拿来二楼 对对对 一枝不存毛江烟赋嘛 所以平常大家都觉得说 时常台湾都是被让利 这一次是他需要的 没有你的话 他不可能两岸可以共同来捍卫 民族传承的国土 如果说台湾不合作的话 中国大陆单方会变成一个侵略者 哎呀太好了 那我觉得呢 这一次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中国就两岸的关系 我觉得这样更密切了 因为这已经不只在经济上了 但是包括军事跟政治 它都有一定程度的结合 对 那我们接下来花一点时间讲这个东海 然后我们就马上去讲亚信 东海防空识别区大家记得吗 一开头公布的时候日本和美国大吵特吵 那这一次太厉害了 因为中日的舰队他们的联合军演 做下什么事呢 这是很就是如果你是念军事 你会觉得好玩 第一呢 他们这次是混合编队 因为军演一定是有两队的嘛 譬如说如果是反恐的话 就有一队是被劫持的 另外一队是来营救的 如果是真是军事演技 就红蓝对抗啊 他们是混合编组的哦 是中二的船舰是混合编组的 所以不是说中方一队二方一队 他们是混合编组 混合编组代表的意思是 他们有协同作战的能力 包括指令啊 包括辨识啊 都是要非常好 以外 他们是在目视距离以外来做演习 也就是说你的征搜能力 包括你的追踪和逆踪 不被别人抓到的能力 都在这一次被测验 是 第三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他们是实弹 就因为他们是做一个反恐的实弹的演习 所以他真的会用实弹 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日本的侦察机来的时候 这边的升空的是他们有挂弹的 他先就告诉全世界说 这次我是实弹演习 第四个重要的点是 水面跟水下的那个潜舰呢 是自由攻击 不是说设定你只能做什么 就是所有的舰艇 都要小心被水面底下的潜舰击沉 那是蛮真的那种感觉 他们是自由的去对抗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在整个整体的军事 跟两个国家 他们叫做海上联合 就是他的协同作战能力来讲是非常大以外 好 中国没有深蓝海军 大家都知道 俄国可是有一个极大的深蓝海军 他可以从那里开来这里 是 他用一个极大的深蓝海军在这个区域 同时呢他用军事演习的方式告诉其他人说 我们在某某时间某某时间 我有那个飞航跟航行的禁令 有一个advisory 告诉大家说 我什么时候我记得我有抄下来 说几点到几点 像航行警告啊 说三点到下午两点或六点到下午三点 都不能在这边航行 因为他有做了飞航警告 所以日本的侦察机 在这个地方就是日本在破坏一个已经对你正式警告的一个军演区域 那这是一个挑衅行为 所以这方的军机就可以升空 然后把它逼走 假如说他没有一个军演 他就没有办法没台没机不能去这个防空识别区 来去做什么真正有一点军事意味的行动 因为别人会觉得你这样子很阿爸 这本来是大家都可以飞行的 可是现在我是军演嘛 我已经告诉你我是演习 我还有实弹 我已经告诉你说这地方很危险 你不要进来 那你蓄意要进来的时候 我当然就可以把你逼走 因为日本不断的去侦测 然后最后被逼走 就建立了这个防空识别区的确定性了 他就定下来了 很精彩 本来他虚无缥缈 本来只是个线嘛 但是这一次呢 就反而落实了说 这边很清楚 我的防空识别区在哪边 我怎么执行 怎么样 双方要怎么样来做这个 这个identify 是不是这样子 对他一个要identify 另外一个就是说可以驱离 是 OK那如果这样的话 直接受到威胁的 我想我相信是日本嘛 所以他不断的上来嘛 那美国呢 美国是站在日本的后面吗 他不担心吗 中俄这么两大两大国 竟然可以混合编组 手牵着手一起来做军事演习 但美国不紧张 所以到处就在骂中国说 你是在挑衅这个区域安全和平稳定嘛 你在建立新的秩序 中国他们的确是在建立一个区域的新秩序 没错啊 那这个秩序最后一战就是亚信峰会 在这个军演之前呢 就是亚信峰会 在上海的亚信峰会 是 有非常多的亚洲国家 他的基本概念是说 亚洲的和平安全稳定 要建立一个亚洲为主导的一个组织 那谁不是亚洲 美国 美国是美洲 反手就去打脸了 对对对 而且不但是反手打脸 在19号的时候 美国起诉了五个解放军的军官 说他偷窃他的国家机密 然后又指控这个华为啊 怎样怎样 然后他呢 那个中国大陆就在网路上面公布了一个万言书 说中国大陆怎么样被美国监听 然后美国如何去监听他所有的盟方 但是反手就再去打脸了 因为美国在主张的世界和平稳定 可是你做的手段是去监听全世界的人 而且你监听了不但是政治人物以外 你还去监听了商业的机密 所以显然你是在做一个 独霸世界的扩权的作为 那如果你是在扩权 我们怎么能相信你会建立一个 对大家都好的信任的和平稳定的机制呢 对啊 因为你的目的在扩权嘛 所以我要先进入广告 广告之后呢 咱们再来聊 就从美国现在做的一个全球的监听 他对他全球的监听 其实他首要的目标呢 是中国 而且包括中国的领导人 很多领导人或者是商界的 一些重要的人士 都在美国的监听的范围当中 那这个跟呢 我们刚刚讲的亚信 他这中间会有什么样互相的一些拉扯 什么 我们待会请类委员来跟我们分析 好 来 几百姓台湾刘俊 瘦又又又 类委员在我们现场 类委员你好 来 那亚信丰会呢 这个跟我们大家来说明一下 快快说一下 这个大家知道 欧盟是一个跨国家的组织 它底下有一个欧洲安全会议 所以亚信呢 就是跟欧安差不多平行的 哦 这么高的位阶 差不多是这样 因为有24个国家 这次十一国的元首都去了上海 它主要的概念是说 有一个新的安全观 这个安全不是建立在军事的同盟上面 而是建立在经济上面的合作跟互利 因此我们 因为我们有经济的合作互利 所以我们就彼此呢 会去保护对方的安全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同时在亚信丰会里面 这地区就极力的说 亚洲人要自己解决 和维护地区的稳定和平 所以亚太的那个 就是东太平洋 那个就不是亚洲嘛 我们现在不是在讲Asia Pacific 我们讲的是亚洲 然后再来说呢 要符合亚洲需要的亚洲安全观 就是这个新的用经济合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 它在做什么事情 它在整个中南半岛的基础建设 一路到了南亚的基础建设 还有它的发展的贷款 不代的公共工资 就是它在帮助其他的国家 能够成长 包括非洲它都去了 对 所以这就是建立在 经济合作互利上面的 新安全观的体现 那这一次又因为 俄国在各地稍受围堵以后 俄国非常高姿态的到上海来 因为别忘了 俄国一直是欧亚国家 以前它重欧清亚 现在它大军就从欧洲转到亚洲来 在亚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把亚洲拿来算 俄国跟中国加起来以后 其实在亚洲就是绝对的主导力量 当然 所以当俄国跟中国被美国逼到 前嫌禁势来联手 因为他们在珍宝岛还大对抗过 所以它并不是没有前嫌的 现在前嫌禁势 从能源的安全合作 因为能源是涉及战略 对 军事的直接海上联合 联合一军业 然后在亚信峰会的时候 一起举手说 我们要一个亚洲人主导的安全观 完全就是一个新的世代在开始 那我觉得尤其是因为东海跟南海 台湾都有一个不可或缺的 刚刚俊阳讲的非常好 就是一楼的位置 对 你没有一楼 你就没有二楼 没有三楼 是啊 所以台湾在这过程中间 我们可不是去向中国大陆求让利 对对对 是中国大陆跟台湾互相需要 是 他需要台湾在一楼这边站得稳稳 他才有二楼跟三楼 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有尊严的 来争取我们的利益 是 那这次亚信的话 对我们台湾来讲 我们有一个位置吗 这次 这次 还没有给我们位置 对我觉得最近也看到像施明德 他们开始讲一个新的 未来的两岸关系的剥话 我觉得台湾应该仔细去想想看 你到底是要跟中国大陆去对抗呢 因为它是一个明确的崛起的全球大国 还是你要在中间找到一个台湾的位置 而这个台湾的位置是有尊严的位置 OK 今天非常感谢列委员 百忙之中到我们现场来 提供给我们这么好听 这这么一个国际局势 也希望呢 有关当局呢 自己好好思考 咱们台湾的位置在哪里 谢谢 谢谢